这绝对是烈海王最难过的一次 明明已经答应了皮克输了就要被吃掉 可最终自己却被救了下来 然而烈海王并没有为劫后余生而感到庆幸 有的只是对自己没有遵守承诺后的傲伙 或许自己从一开始就没有做好被吃掉的种 就在这时 任牙来到了病房 在听说了烈海王被皮克吃掉了一条土后 任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在看到了烈海王并无大哀吼 任牙悬着的心也放下了 但内心想要和皮克战斗的欲望却愈发的强烈 很快烈海王被吃掉的消息 就传到了五神鱼帝独步的耳朵 独步挂掉电话 内心久久难以平复 随后独步将这个消息告诉了克斯 克斯听到自己的恩师被吃掉后当场暴霉 怒骂皮克就是一个没有脑子的臭猴子 独步十分的无奈 看来克斯并没有看透事情的本质 皮克并没有小瞧烈海王 反而是认可了他的实力 可我们这群人在他的眼里却是一群杂鱼 然而克斯已经被愤怒冲昏了头脑 他发誓一定要替猎海王报仇 与此同时 皮克也从研究基地逃走 看着被破坏的不成样子的铁文 活是等人皆是一惊 既得上次打破这道铁文呢 还是有着地表最强生物之称的泛马勇次郎 画面一转 一个身高两米的壮汉走在霓虹大街 此人实力非同一般 年仅21岁就称霸了东京格斗节 无论是拳击还是摔跤 至今他都从未遇到过对手 这不闲得无聊出来找个倒霉弹练练手 只见他来到一个巷子 随后解开裤子开始放水 可让他没想到的是 突然出现一只大手握住了他的铺铺 将他一把拽进了垃圾堆里 还未等他反应过来 自己就已经成了一只带仔的羔羊 两分半后 一个更加高大的身影从垃圾堆里钻出 没想到是从研究基地里逃出来的皮克 皮克走在大街上 试图寻找着下一个女记者 看着眼前灯红酒绿的场景 让皮克十分的赢 这和他所处的时代截然不同 皮克只是敢向他发起攻击的事物 可眼前这些人类别说是向皮克发起攻击 就算是和皮克对视一眼都会被当场吓尿 此时皮克肚子饿的咕咕叫 回想起白天和他战斗的烈海王 还真是难得的美味 想着想着皮克走到了人形横道上 可他根本就看不懂红绿灯 就这样静止地走到了斑马线上 可就在这时 恰逢一辆大货车急驰而来 直接撞上了迎面走来的皮克 毫无防备的皮克在空中足足翻转两圈半后才停了下来 而大货车的车头也被巨大的冲击撞出了个人形 司机被当场吓尿 连忙下车查看皮克的情况 可令他没想到的是 皮克不但毛逝没有 反而变得更加兴奋 走了一晚上终于有东西敢向他发起攻击了 只见皮克向货车猛冲而去 下一秒 货车直接被他撞成了一堆废体 这一幕看得一旁的路人们目瞪口呆 接着他拎起十几吨重的货车 然后猛地向地面砸去 却没想到这车实在是太不结实 皮克反被车头压在了下面 起身后的皮克更加愤怒 他狠狠地一脚踹向车厢 却没想到里面散发出熟悉的香气 看着满车的猪肉 皮克馋的哈喇子都留了一地 就这样皮克抱着一整只猪 开始大口大口地吃了起来